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佩文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9日將會去美國 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 這次的訪問 岸田將會與拜登總統確定 日美在外交、國防、科技 和制止中共霸權等多領域加強合作 大幅提升日美全球戰略同盟夥伴的關係 專家認為日美同盟關係將會進入新里程 並期待日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次訪問最為重要的核心課題就是 為了制止日益加強霸權行為的中共 維護基於法制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 日美雙方將會確定兩國為全球夥伴關係 日本首相對媒體表示 當今國際社會存在很多複雜的難題 在這個背景之下 日美兩國團結一致 加強同盟關係就顯得越發重要 與拜登總統會談的時候 他將會是依照這個基點 確認日美兩國在共同開發 國防裝備、宇宙太空、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 5G通訊等 廣泛領域進行合作 岸田文雄在與拜登舉行首腦會談時 將重點討論提高在網絡安全保障問題 維持與發展自由、開放、安定的網絡空間 對日本與美國的繁榮不可或缺 日本將會與美國及盟友攜手從根本上加強網絡應對能力 日美將聯合開發、生產防衛裝備 其中包括日本航空自衛隊使用的訓練用的戰鬥機 T4的下一代飛機等 據日本政府消息 日本首相訪問華盛頓期間 將與拜登總統就多項合作內容達成共識 其中之一的是 日本自衛隊基地與美軍共同使用 並將會寫入首腦會談成果的文件之中 美軍在緊急的情況下 可以利用日本國內的空港和港灣 現在如果美軍要使用自衛隊的飛行跑道等 相關的軍事設施 原則上是要獲得日美共同委員會的同意 並且要經過日本內閣批准 如果達成此協議 原本複雜的手續將會得到簡化 是有利於增加共同訓練和對應災害及戰爭 具體事宜預定將於5月 由日美外務、防務召開的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 協商具體事宜 本次的首腦會談將會確定 另一個主要的事項 提升駐日美軍司令部機能 加強與日本統合作戰司令部協調合作 提高統一指揮能力 日本預計將於本年成立統領指揮日本 自衛隊陸海空三軍的統合作戰司令部 兩國首腦會談中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第五條 同樣是適用於尖閣豬島、釣魚島、 中共對台灣所採取的軍事威脅 以及日美兩國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 與穩定的重要性 美日將會在日美聯合聲明中同意以下的兩點 第一 為因為台灣有事、朝鮮半島有事 將依照美韓聯合司令部方式 給予駐日美軍強大指揮權 美軍將會派一名四星級的上將駐日統管 或是由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兼任 第二 日美將合作推進登月探查項目 關於美日關係 岸田文雄表示 在美國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已經是超越黨派成為共識 作為這次訪美的重要任務之一 是要進一步詳細淺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以及日本加強防衛能力的方針措施 日美兩國預計將會建立部長級政策對話機制 處理雙方合作事宜 兩國將會推進浮動海上風力發電 並在聯合聲明中明確記載 日本是美國的第一個合作夥伴 一同推進 推進綠色能源項目 也是為了抗衡中共 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磁板 帖捲全球市場 導致日本相關的產業難以經營 美日將建立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 包括飛碳排放銘位 另外 日本首相還將會與拜登總統 菲律賓總統小馬赫斯首次舉行 日美飛首腦會談 並發表聯合聲明 主要是壓止中共 另外 三國的領導人還將會宣布 在包括加強重要的礦物等供應鏈 能源和數碼等領域進行合作 就在美日首腦即將簽署 提升美日同盟關係協議之際 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所 第六次發布重磅的報告 呼籲提升美日合作級別 期待日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4月4日包括美國前副國務卿 亞米蒂奇等美國支入派高層 就當前美日所面臨的 國際安保環境等發表報告 要求確立更加一體化的美日同盟 以提升美軍與自衛隊的合作 提高經濟與安全保障的關聯性 報告建議 重新構建美軍與自衛隊的指揮系統 並要求日本加強情報能力 報告指出 俄羅斯的入侵烏克蘭已經動搖了國際系統 哈馬斯攻擊以色列 也可能導致中東紛爭擴大 而中共正在動用它的軍事能力 與經濟的能力實施威懾 在印太和其他地區追求霸權 報告還警告 美日正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崩潰的國際環境 並期待日本擴大在地區和世界中的領導作用 為了應付中共的霸權擴張報告 提出美日加強合作的具體建議 日本將於本年末 設置自衛隊統合作戰司令部 日本應該是值這個機會促進 軍事指揮系統現代化 並與美軍一起 確保戰時順暢的協調和配合 在中共對台灣加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 日本也需要擴大干預 並進行美日台三方對話 提議設置 經濟安保方面的美日對話機制 協調出口管理與產業政策 同時也提倡建議澳洲與韓國 也應該擴大多國之間的合作 日前美國駐日大使 拉姆伊曼紐爾對這次按田文雄訪美的評價說 在美日關係不斷加深之際 這次兩國的首腦會談 將會開啟日美同盟的新時代 伊曼紐爾表示 日本政府2022年12月發布的安全保障方便的三文件 令日本具備反擊能力 日本無論在外交層面或防衛的層面 都漸次成為美國完全的夥伴 在過去兩年中日本經歷戰後以來最大的變化 日本正在是轉化時代的角色 從保衛的同盟轉向將同盟投射於地位 美日軍方最近一直在討論日本自衛隊 與駐日美軍合作 以及如何更暢順地統一指揮等相關的問題 伊曼紐爾認為 這次美日首腦會談可能就此問題初傷 這個意味著美日將開始面對 與以往不同級別的戰略挑戰 過去的機制已經是不適合現在所面臨的課題 伊曼紐爾也都期待美日飛三國合作 提高對中共在海上進行霸權擴張的制約力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成功綜合報導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並且先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